胡椒面要割多了就不行 它吃起来就会口感偏辣 就现在这个园子会比较糟 放一点料酒 对 因为这个菜的好处就是它蒸出来的 蒸的时候呢 一部分的这个动物脂肪啊 它也会随着这个蒸汽的蒸馏水给挥发掉 所以说你吃起来这口感并不是很腻 相比较这种油脚做的 它已经要健康很多 现在已经开始上劲了 我已经看它抱团了 对 您大概要这么来回给它打多长时间啊 没有时间 就是你自己手感 手感觉得它上劲了 就OK了 放盐 加盐 这个时候我们放姜水 姜水 这个是您提前泡的吗 我看这眼儿都已经变黄了 提前泡的 就是说两个小时以上 就是你把这皮弄了以后 要拿刀给它拍了 拍了以后它比较容易出水 再拿温水泡它 泡了以后 这样呢 孩子呢 不容易嚼到姜 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这一招大伙记好了 赵姐这个生活小窍门 最主要的 我们做珍珠园子 不放酱油 哦对啊 我还就我刚才发现没有 把酱油变成 蚝油 变成蚝油 对 您觉得变 我帮您吧 哎好 你看旁边有盐 就帮您这个 还是要轻松很多 是 是